台北市发生死伤惨重的KTV大火 临近的新北市也绷紧神经 加强林检各大娱乐场所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防疫期间没有公安假期 不管是哪个行业 如果有缺失就会贴红单要求改善 不改善就会强制断水断电热令停业 新北市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对公安的整个检查 采取最严格的标准来检视 只要有任何的缺失 我们马上会开严重的一个警告 红色的单子在大门口 警告民众不要进去 要求业者在一个业里面要限期改善 如果不限期改善 就会断水断电不准营业 被问到大火发生当下 台北市长柯文哲并没有第一时间坐证 侯友宜不愿多做评论 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厘经司法责任归属 我相信市长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我们大家好好加油 前女补固 最重要的现阶段 是应该把司法调查的责任归属 厘清楚 对善后的家属给虎贵 给协助 侯友宜强调 新北市拼防疫也拼市政 防疫期间公安检查反而会更严密 不管是哪个行业 只要涉及公共安全领域 政府就有责任把它管好 让民众都能安居乐业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 们优优方式 玄本公安检查反而会说 这段的地团 公安检查反而会不过 是最大的依旧 如果我们说 应该还可以 优众